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给我点赞 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连的朋友 可以免费获得我这边 送出的一份写习大礼包 找我喝茶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 三连小胖哥 有个哥哥 他过来 他说他想租用一个商标 问我有没有商标出租 我说都有 看你租多少类 告诉我你做啥商品的 就可以了 他说我是做食品类的 像五股鸡爪之类的 我说食品的 在29类 看你做什么平台 啥类型的店铺 他说我做淘宝 食品类型 我说可以一年一两百块钱 一年的商标售钱 他说拼多多淘宝 淘特都可以用吗 价格可以接受 没有问题 我说没有就一个淘宝 其他平台另外收费 他说我可以拿来注册 天猫旗舰店吗 我说也不可以 天猫是天猫 淘宝是淘宝 他们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价格不一样 专卖店专营店也不一样 他说那旗舰店的价格是怎么算的 我说旗舰店一般正常像京东 天猫旗舰店一年是几百 不带自检 专卖店一年是一至两百 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一个价格不能通用 他说拼多多的价格也是一样吗 我说多多的价格就比较便宜 可以稍微便宜点 他说我再问一下 淘宝服装旗舰店大概是多少钱 我说淘宝有旗舰店吗 我咋不知道 他说对对对淘宝只有专卖店 我说淘宝也没有专卖店 它是叫普通店铺类型 淘宝普通店铺类型一年差不多是一两百块钱一年 他说售钱直接是给你发名字 你帮我售钱吗 我说对 然后付款了之后我就可以开给你 很多朋友在做电商的时候 他不知道其实所有的电商平台 店铺类型是一样的 抖音有它旗舰店 天猫京东也有旗舰店都一样 不同的平台旗舰店它不一样 它不一样在哪里 因为旗舰店它只能开一次的售钱 独占凹头的售钱 所以说旗舰店的商标相对来说比较贵 就贵在这里 它只能开一次 多多的旗舰店会便宜一点 因为多多门槛低 所以说旗舰店价格也是看平台 专卖专营店淘宝店铺 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 这种店铺类型可以重复开 重复商标售钱的这种就比较便宜 像我们最近京东小店 就可以重复开商标售钱 这种价格就便宜很多 比较便宜 很多朋友在入住的时候 首先你们租用自己的商标 比你们自己去注册 要方便太多太多 你想一下自己注册一个商标 首先名字要想很久 注册还不一定通过 时间要等一两年 那么你租用的商标很灵活 很方便很快捷 你今天搞 今天就可以用 今天就可以使用 非常方便 那么所有平台的类型都一样 因为抄作业 你抄我我抄你 基本上都一样 店铺类型也都一样 如果你租用商标不带字检报告 只是租那很便宜 带字检报告价格就不一样 因为你重新做一份字检报告 价格比较贵 就跟普通的就不一样 所以说具体看你是做啥的 需要什么商标售钱 你们都可以去找我 我这边有很多的商标售钱 我是搞电商服务的小胖哥